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回顾蔡斌上任来的执教生涯 在不同阶段拯救她的三根救命稻草 不是她重用的金叶、仲慧、杜清清、王云露 而是世锦赛后对请回来的王孟杰 凋零与节奏大乱之下替补上场的徐晓婷 以及最后冲击巴黎奥运会的朱婷 第一王孟杰为光速打法的根基 蔡斌选用的金叶、王云露、王威一 一传曾满天飞 为了区别于郎平主打球星 以强力主攻为第一得分点的打法 蔡斌接手女排后要求球队得分点更加均衡 拉开速度也更快 然而这种打法对于一传的到位率要求很高 恰恰蔡斌在组队之初 并没有选用世界杯最佳自由人王孟杰 而是选了国内联赛最佳自由人王维一 结果金叶、王云露、王维一 在世界联赛一传满天飞 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 蔡斌的光速拉开打法根本无法形成 世界联赛结束后 女排市井赛前 蔡斌不得不召回了王孟杰 正是王孟杰的回归 让球队在后一传、防守、串联上有了非常明显的改观 王孟杰能够接起欧洲强力接应的大力跳发 频频卡起欧洲球员的中扣 在场上还起到了调整传球的作用 女排首发阵容缺席了王孟杰 那李银莹、龚翔宇一传压力加大 欧洲球队对蔡斌的提速打法重点研究之后 现在也不再追发王云露 而是盯着李银莹、龚翔宇两个来发球 破掉弓、比二人的两边拉开 王孟杰承担了更多的一传之后 球队的提速打法才得以呈现 应该说王孟杰是拯救蔡斌的第一根稻草 他是提速打法的根基 没有王孟杰 蔡斌在市井赛前八都打不进去 世界联赛拿到第二名更是不可能 第二、凋零鱼稳定性不足 多板公传球问题太大 25岁徐晓婷曾帮球队稳住阵脚 凋零鱼在去年世界联赛时 刚刚登场确实发挥非常惊艳 连外国球迷都感叹中国女排的二传 传球速度太快了 然而凋零鱼在那个阶段的传球 也出现了两个极端 一次攻拉开速度非常快 凋零鱼在一次攻上给王媛媛 李盈盈的球 速度快也很精准 这是女排能够击败一些强队法宝 然而到了多板公来回球使 一传不稳的情况下 凋零鱼仍然是追求速度 一味快推快甩 甚至直接把球传向标志杆 让场上主攻 复攻 接应 全部根部节奏 发不上力 蔡斌在场外暂停时 还冲凋零与大吼 你到底要把球传给谁 主力二传传球混乱 这个时候是徐晓廷多次上场 稳住了局面 蔡斌重用老将丁霞 然而丁霞上场后 对比徐晓廷场面改善并不明显 就是因为蔡斌看重球员大赛经验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一身伤病 年龄偏大的丁霞 把曾经拯救过他的第二根稻草 徐晓廷给抛弃了 第三珠婷牵涉力强大 篮网实力突出 能够成为李英之外第二个强攻点 由于张长宁已经两年没有打过比赛 他恢复到什么水平 谁也不敢保证 王云露属于自由式的主攻手 只能接一船参与防守 后三进攻能力没有 前排严重卡轮 蔡斌这只女排打到最后 往往是李盈盈全队一点攻 朱婷与巅峰期强攻能力有所下滑 但是他回归女排 还是有两个作用 第一牵涉力强大 王云露基本上没有牵涉能力 对方对于他的扣球都不用拦网 仅靠防守就能卡起 更何况王云露自己还有进攻失误送分 现在中国队拉开速度这么快 相信没有一个球队 会放掉朱婷这样一个进攻点 是篮李盈盈的后攻 还是篮朱婷前排高点强攻 还是要盯防攻翔宇接应位置的快速下手 场上三个进攻点牵涉力会增强很多 第二朱婷有一米98的身高 弹跳高度仍非常可观 在近期的一甲联赛中 还担任篮死埃格努 这是众会 王云露难以做到的 蔡斌如果想冲击巴黎奥运会 或者说取得好成绩 朱婷是他所需要的第三根救命稻草 接手球队两年 除了王云露勉强顶住一船 蔡斌重用的今夜 重会 王唯一一个也没有起到救命稻草的作用 不知道他在用人 选人上该如何反思 就是他一直看不上的吴孟杰 还在奥运资格赛 对阵塞尔维亚替补 还帮他挽住了颜面 大家赞同以上三位球员 是蔡斌的救命稻草吗 距离巴黎奥运会 还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 在奥运名单竞争如此激烈的前提下 身高达到1米98的杨涵玉 恐怕是离巴黎越来越远了 比起2002年出生的王文涵 已经在国家队被精心培养六年之久的杨涵玉 都算是一位老将了 六年时间非但没有进步 相反攻篮全无之下 他在竞争第三副攻位置上 已经落后于高益了 巴黎奥运会中国女排应该是四主攻加三副攻配置 杨涵玉入选机会不大 通过世界联赛实战来看 蔡斌的提速打法在对阵没有大力跳发的球队时 一传到位两边拉开速度很快 打巴西美国以快为主的球队 也不是很吃亏 然而在对阵土耳其 塞尔维亚 意大利这样具备男子华大力跳发的球队时 一传不到位必须依靠主攻接应来打调整强攻 多代复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随着朱婷在一甲联赛砍下21分 张长宁回归排超联赛 吴梦杰开始崛起 王云露凭借一传脱手蔡斌信任 再加上已经成为球队新进攻核心的林莹 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主攻位置上已经有5人 一传到位打快球 每一支球队都是能做到 奥运会这样的大赛 最终比拼的还是调整攻 哪支球队有一锤定音的能力 中国女排巴黎奥运阵容上 四主攻的配置几乎没有悬念 由此一来复攻位置上竞争就相当激烈了 袁新月 王元怨 作文首发 然而这两位复攻在篮网上不太灵光 对阵欧美球队如果光靠后排防守起球的话 那太困难了 世界联赛与美国一战 高益在篮网上的优势 弥补了现阶段中国队网口实力的不足 目前 杨涵玉在进攻 篮网 发球多个环节上 已经很难与其他三位复攻竞争了 国内联赛在山东城陪跳女王 国家队替补板凳坐穿 杨涵玉没有状态回暖机会 球员要想技术有所提升或者回暖 他必须有爆发的平台 杨涵玉从地方队 再到国家队已经没有这样的条件了 去年联赛山东女排引进两名外援 由于三名二船与复攻都配不上 杨涵玉除了在场上起跳掩护外 几乎没有多少扣球进攻的机会 山东二船主打主攻 接应两个点 复攻成陪跳选手 杨涵玉想在今年联赛 重新找回进攻状态不太可能 国家队层面 蔡兵是一套阵容打到底 杨涵玉长期坐冷板凳 替补上场之后 也没有之前在市井赛对阵荷兰时的替补骑兵作用了 就是打个亚锦赛 杨涵玉五局比赛下来 篮王仅拿到一分 被球迷冠以新篮凌王 相反地方队的刘宇 还拿到了七个篮王得分 进攻没有 篮王没有 发球也没有太大威胁 杨涵玉在国家队 真是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 另外 袁新月 王元怨 高益都是二 三号位的球都能打 杨涵玉属于一招先 只有三号位进攻这一个点 二号到现在也打不顺 他在技术全面性上 也不如其他三位复工 奥运会名单只有12加1个名额 目前只能精简复工位置上的人数 杨涵玉即便明年入选国家队集训 他去巴黎的可能性也不大 按下 感谢观看